大家好 今天要來玩這個叫做Cyanide The Chair Configuration的遊戲 我看看這個要 它是一個Lip Motion的 支援的一個小城市 不一定要坐在那個椅子上 所以我還是需要什麼辦 Please and Hold Trigger When Ready Check一下位置 Check 應該需要辦什麼東西吧 Face Demo 如果Ctrl Sises Only 那我要怎麼 Kick 應該 這個嗎 我的手 那我要怎麼開始 那我要怎麼開始 Showing People的Power 那我現在應該按什麼東西呢 是這個嗎 這個 Fantastic OK 就Normal Power一下吧 就我所做的功課來講 它並不是一個 應該這麼說的 它是一個 一個情境體驗的東西 人家所需要做的就是坐在椅子上 轉頭而已 to create variety of walls 那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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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可能的 VR to create reality 那些層 那些層 類似的 你可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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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幹嘛 好 那個Motion它目前還是這個 這樣子 沒辦法很準確的 關於你的動作 關燈了 這個是要我去拿起來的意思嗎 在哪 那我該做什麼 哇 眼鏡飛起來了 那 以 情境體驗來講 其實 有一個盲點 就是 很多情境體驗它都做成 情境模擬都是做成 恐怖遊戲 然後 我個人是很不喜歡 那種感覺 我的前面辦公桌不見了 方塊 它這東西物件有點不太一樣 三個方塊 轉過頭 再轉回來 咦 長醜了 看看 有蝴蝶 我可以抓它嗎 看到 空間了 天空裂開了 我可以抓它 跑出一個進出物 好鳥 好鳥 抓它 應該做情境模擬的 的 一個軟體它是 玩家其實就只做著 然後 看風景 聽舉情 這樣而已 應該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我希望辦主 找一隻看就好了 它還會不見了 樹 怎麼長那麼近 是花嗎 跑出桶子 改變了 我這個軟體我先前有稍微體驗過 我會想把它錄下來 是因為它 作為情境模擬來講 它並沒有故意把它做得很可怕 沒有故意要嚇人的意思 你不會說 夢想冒的很嚇人的東西出來 就是 出現在玩家面前 在這房子 起霧啊 就像剛才的那個 應該是作者吧 介紹 其實 什麼都不需要做 我們只要看就可以了 好 玩VR真的很適合 如果是那種 不是體感遊戲來講 VR真的很適合 坐在 全産椅上面玩 我帶你這張椅子 跟著我 十年幼了 抖一包垃圾 把線整理一下 一直奔到我耳裡 哪怕誰呢 在後面 這張椅子 這張椅子 如果今天它要做恐怖遊戲的話 恐怖體驗的話 這裡可能就會看到實體了 然後這個其實它有沒有 DepleMotion其實根本沒有差到 電話停了 車不見了 車不見了 車要追不見了 電話停跑過來了 抓得差好了 欸? 潮湿那個嗎? 百射欸 百射欸 百射似乎有稍微不太一樣 看過去看回來 哪來這些球 摸它嗎? 摸它嗎? 還可以耶 出現方塊 我先前有提過 DepleMotion 它有個 在VR上應用 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是說 你的手 如果不在你的鏡頭前方的話 它是不會有作用的 不好意思 再把線整理一下 就是擋到 基地毯 回來了嗎? OK 復活了 方塊 是那些 當我轉過頭去 再轉回來 方塊不見了 那這盞燈呢? 當我轉過去之後 它會變什麼呢? 牆整突然變靜 還好 我幽幣恐懼症 沒那麼嚴重 所以 這個樣子 還嚇不到我 哼 在裡面太空了 能抓任何東西嗎? 還輸了 還寫什麼 沒看到 有 地球不見了 快暈死耶 那我現在是在 模擬 太空飛行喔 那就是太陽嗎? 那就是蛋糕吧 那是馬卡龍之類的東西 是不是 我們看到地球 石頭怎麼 碰在一起 鑽在一起的 鑽在一起的 又不見了 還成月球了 現在也不是地球啊 要逼我 這體驗真的是很玄 比那個 以情境模擬來講 這個東西真的做得 讓我覺得它很棒 因為 它沒有任何 它沒有交代什麼奇怪的東西 但是它就是讓你知道 你只需要轉頭看就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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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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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抓嗎 你會抓嗎 你會抓 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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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抖動了 這什麼意思 這空間有點讓我無法理解它幹嘛 讓我想到有一個叫做 的東西 它是模擬在神經網裡面 的一個小 小城市 跑到我上面 下面有個坑耶 下面有個坑耶 是想在我旁邊走路嗎 哎呦什麼距離 鋼梁不見了 天幕板 突然 我平衡感 有點 有點混淆了 我現在要嚇 掉嗎 我說你讓我平靜那麼久 然後突然 開我這個玩笑 這也 太嚇人了吧 OK 這就是 Cinai 這個遊戲 這個 情境模擬 那 很單純 就只是坐在椅子上 一直看一直看而已 這體驗真的蠻特別的 稱不上是什麼 遊戲或是有浮鬥 但是它真的就是 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 在視覺上 而且像我剛才在墜落那一瞬間 我真的被量了一下 那 這種感覺 很難形容 真的 這個軟體它並沒有放在實境平台上面 這是我透過 Necromotion 就是我眼前這個東西 的那個 商桌 然後它又提供一個外部連結 才抓到的 那我會在 我的影片的 敘述下面 讀上這個連結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觀賞 我的鍵盤好像在後面